第四集 欢迎来到蒙面唱唱猜猜的第三集 自由歌唱将会演唱一个 他们觉得最好的剧的主题曲 你确定吗 这他们有效的信息都没有 这个是刚刚那个 早堂老板家的男人们 答错了 不是铁匾阿童木吗 答错了 有的时候他们就经常 坐在这等着我给端盘子什么的 然后我就在边上玩手机 我站在那我说等着 你们自己不站起来拿盘子去 你去拿盘子拿筷子去 然后孩子们就开始 就是亲妈 对 有的时候你要看很多正面的事 我们也鼓励很多正能量 因为你可能小小的一句鼓励 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力量 但你的批评有可能也会打击到人 我刚刚一时之间忘了 我们这个是什么节目 咱们不就是个医疗节目吗 不是姐 不是你要不要重新量一下你的脚 本场节目里面是有一位卧底的 我今天这一票我还是想投给憲哥 我觉得是憲哥 你长得那么像卧底的吗 根本就是卧底的脸 我要告诉大家最终的结果 吴宗献 他不是卧底 不是吧 他怎么可能不是卧底 卧底就是 我真是卧底是吧 真是卧底 那谢谢导演 你要砸了扣几分 砸了 可能就是下次就不用来录影了 好 各位老师 欢迎来到蒙面唱唱猜猜的第三集 欢迎大家 今天我们迎来两位新同学 先欢迎一下我们两位允熙和刘雪静 好的 那今天呢我们有一个主题 就是电视剧影视金曲 哦 所以不知道诸位平时看电视剧吗 早堂老板家的男人们 哈哈哈哈 引进片当年引进片 我我妈我妈最爱看 小时候我们就看那个可望 我们小时候看的是什么西游记 西游记啊西游记 梅花三弄鬼丈夫 哦 对对对对对 现在比较红的《沿袭攻略》 对 还有《如意传》 对对对对 我听听见下雪的声音 雪我下的声音 对对对 但是因为为什么呢 这个画面啊 一旦有这个剧帮领在一起 这个歌就容易了 生日了 这更好听了 你们有没有他会心不了情 你有看过 有啊 但因为那一首歌本身就是很好的歌 那当然 好 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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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会不会有人扎你对不对 然后那会回这 所以我们今天那六个唱将呢 他们也很爱追剧 他们也 有非常喜欢的影视真副 追剧人 所以今天给大家 在提前有一个线索 它们 会演唱一个 他们觉得最好的剧的主题曲 他们的声音线索会毫无修饰的放给大家 大家可以听一听 现在吗 但他不可能唱到自己就是主唱的 但是只有三秒钟 三秒钟 如果在这三秒当中之内 大家可以听出这首歌是哪首歌 出自哪个影视作品 我们就可以把这条线索完整放全 好好好仔细听啊 我们先来听第一条 向天再见五百年 向天再见五百年 康熙王朝 什么 韩磊大哥 韩磊大哥的原唱 对 这个是今天来的歌手唱的 对 对 韩磊来了 完全清唱不好 不是 不是原唱 是他们爱 这个歌手爱追这个剧 对 来 完整的告诉我这是哪个 康熙王朝里面的 向天再见五百年 原唱是韩磊 好的 来 来 让我们把这条线索听权 哎呦 没有他依照电视剧里面的唱法 不是 他就用他自己的唱法在唱 不是这个就是韩磊吗 韩磊 这歌手炒炒饭味 对 又又海天 所以大家觉得是 一直做饭的那边二师兄对吧 二师兄 二师兄 是的 但是他还是模仿别人的声音了 他没有用本桑 对 好 来我们来听第二条 天不老 青青河边草 对 青青河边草 青青河边草 晚君 是晚君 又有天不老 嘿 夜火烧不尽 呀 春风吹又生 你太厉害了 对对对 你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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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这么聊这么热闹 这个剧不叫晚君 晚君不是叫有一个女孩 晚君 对啊 你这个是 这好剧叫青青河边草 我跟你讲 高盛梅那个 这个剧叫做是 我爷爷要中风的 青青河边草 对对对对 啊 呃好像就是 晚君里面的菜 你到底是青青河边草 还是晚君 我假戏好吗 青青河边草和晚君是两个剧 我真是 所以这首歌叫什么名字 青青河边草 出自于哪部影视剧呢 出自青青河边草 这部剧 知晚君 没有知了 怎么还知不知 有没有知晚君 晚君就是晚君 没有就青青河边草 回答正确 好 青青河边草 对 但是你们要想哦 他是追这个剧的人 他现在有一点 他喜欢看青青河边草 有点口音你们又听出来 有些年代 这是一位新来的唱将 新来的 新来的 回答口音 应该是南方 南方口音 哎我的看法跟正好相反 北方口音 西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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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遥遥 来我们听第三条 知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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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还有 知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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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男肥女兽 是环肥绿兽 不是 到底哪个电视剧吧 知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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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马景涛新演的一个剧 马景涛 你不知道他谁演的 所以这部影视作品 有搭的 知否 知否 英式绿肥红兽 对 没错 主演 赵丽颖 冯晓峰 演唱者 于可为是吗 演唱者于可为跟胡下 怎么有点草原 草原来的 唱的好高亢啊他 刚刚那一点听过了 我们还想再听一遍 因为刚 大家有没有心里 有没有想法是谁 那我觉得像是应该是 台湾歌手的那个声音 是吗 对 咬字像不像内地的 来下一个 海洋大汉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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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歌 黑猫 阿童木 铁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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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 这个剧叫什么剧 这首歌叫阿童木 没有铁壁 好 答对了 恭喜 答错了 啊 不是铁壁阿童木 阿童木之歌 哎 来下一个 铁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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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其实给大家一个提示是一个非常熟的歌 对 他用的哪部分 用了三秒钟 这个人唱签都用那种感觉 感觉跟老老生那种唱签 你敢不敢再放一遍 天地之间 牛肝臣 是不是这 酷酷酷 有点像 对 那个宰相流罗锅是吧 对 天地之间有感称 对 天地之间有感称 对 对了 帅 帅 宰相流罗锅 帅 哎呦 我们以后不可以再看不起他了 以前我都老看剧 后来忙了以后 这首歌 这一集猜错就完蛋 这首歌叫做 天地之间有感称 天地之间有感称 来自哪个电视剧 宰相流罗锅 宰相流罗锅是清朝的 是 是啊 是 我很会回答 又被他猜中了 确定 确定啊 谢东唱的 天地之间有感称 宰相流罗锅 好 我真的我非常佩服杨迪 对了 答错了 好 啊 对 谢东演唱青 歌曲叫青官瑶 青官瑶 对 好 错了 来 根本就不是这首歌 是说杨迪本身听的就是错的 对 我听的就是错的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这个是 你确定吗 哎这他有效信息都没有 这个是刚刚那个之间 天地之间有 这不算有效信息 对 提醒一下 这个是一个 特别特别火的剧的 而且大家可以 我再听一下 这个是这个人的本声 我们再听 恳求各位 可能是这样 Small 对 都是彩虹的 好 我 Quindi 来 就是 选这 这 你 每个人 都是 来 ゲット 前门 他啊的很单一 你发现吗 所以这个人的声线 大家觉得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觉得肯定没高音 他肯定是个女的 但是他那个尾音比较抒情 他不是那个就特别冲那种 根本听不出来 那今天给大家的线索就是这么多 谢谢 这是真实的线索 太真实了 一会儿大家可以在舞台上通过大合唱 去找寻刚刚的线索和信息 好 告诉大家 本集我们当中依旧有一个卧底 哎呀妈呀 谈我来我知道有问题 我不想当 真的不想当吗 是因为我不是卧底的时候 他们都觉得我是卧底 我现在说你肯定更会被解放 上次那几个唱将有猜出来吗 上一次那个二师兄 二师兄好像有点眉目了 小白胡 小白胡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毕加索呢 毕加索不太知道 你最怕保护什么类型的唱将 最怕保护啊 就是他的声音辨识度特别高的 说实话 因为我保护来保护去也没用 就像之前沈南当卧底的时候 虽然他也成功了 但他就很难去保护 因为有些就是很容易被揭发嘛 对 你今天要保护的唱将代号为 画家毕加索 他是谁 他的真实身份叫做 嗨你好 你好 画家毕加索 我现在有点激动有点紧张 说实话 因为我 他们喊我来 我就知道我今天要当卧底了 既然你已经知道你的任务 你是本期的卧底 所以你要好好地保护我 还要保护你自己 因为你老是被误会 说实话 我不当卧底的时候 每次都有票 这个世界 只有你知道 画家毕加索是谁 画家毕加索是我的偶像 为了确保我两个 说的是同一个人 我还是接一下你 让你确认 我是不是你真心爱的一个 好 是吗 有请组织人李涵 帅 帅 大家晚上好 这里是江苏卫视 和灿芯制作联手打造的 第四季 海天酱油 金标升冲 谋面上将 猜猜猜猜猜 我是李涛 好 我们已经两期过去了 我们两期过来 一共接了五张面具 大家的成绩还算可以 但是有一个成绩并不是太好 就是两期 这个卧底 大张伟和沈南 都没有被你们给揪出来 沈南上回是有多明显 我是演技派 演技派 演技派 也说明一个问题 两个卧底都隐藏得非常好 气路都很深 这一期 佩森姐 你注意一下吧 你们可以先 已经锁定了 率先分析分析 今天晚上的卧底究竟会是谁 又会有哪些全新的唱将会加入呢 请问一下卧底有没有可能重复 当然有这个可能 还是我吗 怎么都会轮到重复吧 一记这么多期 对吧 不是 因为我是一直被误会说是卧底的人 各位 各位你们要注意 献哥刚刚说的这句话 他说卧底有没有可能会重复 其实是把我们所有人的聚焦点 对 再次的往回看 对 说不定今天晚上就是 又是大了 这句话很可疑 献哥 我又锁定你了 大家可别忘了 前两期的卧底 统统猜中的人就是我 真的是 献哥都猜中了 但是没有人听他的 你们逃不过我的法眼 所以呢 本集我们的蒙面唱将猜猜猜 不仅我们需要来猜测 站在舞台上的所有的蒙面唱将 我们更要来救出卧底 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欢迎 今晚的所有蒙面唱将 登场 欢迎 欢迎 有请蒙面合唱团 哎呦 好可怕吗 这是 帅 帅 帅 太帅了 好多文章啊 黑白 哇 太帅了 哎 这两个是带着才好吗 幸贵 幸贵 告辞 告辞 这是哪一个角色 没有 没有什么角色 就是为了挡脸 就是大侠 单纯为了挡脸 合唱 太棒了 都见如梦啊 都见如梦 都见如梦 几位武林高手啊 真的非常感动 特别激动 这个版本是94年的《倚天屠龙记》的主题曲 《倚天屠龙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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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扮成这样子 我都不知道哪些是曾经来过的了 我已经认不出来了 感觉像今天本场全是新的 我只有觉得中间这两位特别调皮 就是白沙小姐 还有白沙小姐隔壁的这个 隔壁那位 有窗帘这个 扭的特别多 她俩特别爱互动 对 中间那位还中间那扭的 这样 摇滚这样子 这个腰好像在哪里见 哇 她腰好细 大概也就只有15 哇 好细的腰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有几位新来的太可怕了 那个女生一出来 我就知道这是不得了的人物 你分得出来哪一位是新来的 中间这四位当中 我觉得有三位是新的 昨起 第几位 三四五这三位 好哥 好哥 刚刚 宪哥不是有猜说 有几个新来的吗 对啊 我们让新来的站出来 看看 宪哥是不是猜错 猜错了就对出演一圈 啊 哈哈 要不然这样我们直接让大家看一看 好吧 宪哥有没有说对 其实 我跟你一样的想法 我刚刚就想揭晓了 对啊 好 好 今天上一场来过的往后退一步 啊 他是上回那个毕加索 宪哥 啊啊 宪哥猜错了 宪哥只推了一个卧底 你是卧底 真真假假假假真真 嗯 搞不好这个时候 是我在右底 我要把握底给诱导出来 是吗 那 既然今天唱的是电视剧 我们就由电视剧的主题曲 来猜猜这几位唱将 他们自己对于哪一些电视剧的主题曲 印象深刻 然后分出他们的年代 对 谁先来 来 这位 新同学 哪一个 青青河边草 请问青青河边草的主题曲叫什么名 青青河边草 谁唱的 青青 不是 都是青青河边草 来吧 青青河边草 好 我们来听一下 青青河边草 嘿 悠悠天不老 嘿 热火笑不停 哼 你追不到 嘿 哈哈 如果当年是这种声音的话 应该这首歌也不太会流行起来了 那个 好 我们来看下一位 好 来 喂呦喂 我爱死为你思念成河 化作唇里呵护着我 喂呦喂 用这个声音唱好害怕啊 听着 而且还蒙在红纱里面 特别害怕 大半夜的穿成这样 唱这样的声音 吓死了人 因为我们在之前 那个我们会 我们录了一个片头 对 就是我们听了每一个人 唱歌的那个那几句 他们其实就在干这件事 所以说开头有凉凉这首歌 我们刚开始没听出来 那个时间 没有吧 两两夜色 有 就是那个之间 我们刚开始听线索之前 录那个饭桌的时候没听出来 就跟那个之前看见你的声音一样 只给大家听两三秒 对 三秒钟 对 那个之间 大家都一直在猜是十年这首歌 真的 还能问一下 十年之间 我不认识你 没事 你们聊你的 没事 可以了 没事 下一位 昨夜云术丰手 浪月不晓尘球 好 十万圈远远去到海淌一球 之风 之风 哎 这个是知否 知否 对对对 还算比较新的剧 我叫饼干 饼干你来一个 你唱的是哪一个电视剧的主题曲 铁壁阿托墨 铁壁阿托墨 是他 听一听 来吧 阿托墨 来吧 阿托墨 爱个雪地好少年 爱个雪地好少年 是你唱高了还是吊高了 我不认识的 他唱这首歌跟他的岁数很难去猜 哎呀 他阿托墨有可能故意混淆视频 阿托墨我都没看过 没让过 只是知道 只是知道阿托墨 但是没有 那就是他是我们那个年代 八几年的 所以阿托墨就是 就是三十年前嘛 那今年贵庚 应该就是四十好几嘛 猜中 猜中了 这个很好猜嘛 那那个青青河边草 那个应该是五十起跳 哦 青青河边草 确实有些年头了 九十年代吧 对 九十年代的 差不多九十年代的 对 那这是看重播的 看重播啊 没有没有 他那个时候播了以后 后面没怎么重播了 就 重播也是九十年代 这个最早的重播 都已经二十年前了 下一位 你我皆凡人 存在人身间 谢谢 哦 中日奔波图 一个不多谢 凡人哥 你自己来 好好谢谢 谢谢 谢谢 他知道了 我们知道 我们要重现了 哎呦 凡人哥 好凡人啊 对 我们来问问他自己 凡人哥是哪个电视剧里面的人 他没记住 我也忘了 他没看我 我也忘了 一个骗子 我刚查完了 叫碧海晴天 哦 哎 碧海晴天 你看 兴奋了 兴奋了 对哎呀 但是在提示的时候 他唱的是之间 之间 后来才是 人世间 人世间 发音不太清楚 如果你是世间 我们就猜中了 结果他 他搞错了 那我大概知道了 最后一位 最后一位 有线手 有线手 好 愿引火人间 踏遍万里河山 我真的还想 彩虹五百年 康熙王朝主席曲 是韩磊老师 当年演唱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 是咱们后来被那个 啊 对啊 是哪首歌 有一个啊是谁啊 好像是左 不是阿童 我猜 第二位 第二位 因为第二位 哪个歌都没听过 待会儿谁的歌 哪有啊 啊 啊 我们唱了 我们听了一个啊 没时间了三秒 就是你们录的片段 对 他们只管录 这段是导演结的 对不对 他们只管录 不管剪辑 所以他也不知道 剪到哪一段 我的意思就是说 肯定是第二位 应该是梁梁 对 第二位 嗯 那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要先留谁下来唱 是 菜品团 大家可以先选择 其中一位 你们比较感兴趣的留下他 我觉得献哥 今天是卧底的话 你先说呗 你看嘛 每次都怀疑我是卧底 我只 我 我只是嘴贱 我人很好 好不好 我就觉得阿童木 可以留下 阿童木 刚刚演唱 阿童木的这一位 叫做 我的饼干 分你一块 同时跟他完成合唱的 就是画家 毕加索 哎 两个调皮的 炒菜香 炒菜香 本节目由 炒菜就是香菜香的海天酱油 金标生抽独家冠名播出 蒙面边听边猜 抖音越玩越嗨 本节目由 记录美好生活的 抖音APP特约播出 本节目由 超级会做饭 就是做饭家的 好康做饭家 做饭保姆 赞助播出 海天金标生抽 炒菜就是香 让我们期待今天晚上的第一组 蒙面唱将 有请蒙面唱将 画家毕加索 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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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请蒙面唱将 我的饼干 分你一块 好准备 哎呦 校园装 好可爱 哇 校园装 哎 哇 少女 学生妹妹吗 这个小学妹 这两个差别好大 好少女啊 对 一个大饼的脸 一个小女孩 合唱正式开始 你一块饼的脸 我一个人 爱的脸 跟我一块饼的脸 我一块饼的脸 对 我一块饼的脸 天天都在天天 天天再忍耐 没有你日子很黑白 原来这样就是恋爱 我想要你在我身边 奔向生命中的一切 我想要天天说 天天说 天天对你说 我有多爱你 天天说 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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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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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才叫唱歌好吗 对 真的爱你们 他们两个人感觉就是认识的时间 至少有差不多20年左右 认识20多年 这20年是怎么认识出来的 因为他们两个人唱起来的默契 诗之好理 她叉之千里 所以两个人和声的声线 觅合度 让整首歌感觉是更好 这首歌听完之后我们会失落 就是因为他唱的时候 感觉希望那歌永远不要结束 对 你好会形容我的妈 关键是他们自己 两个人也很享受 到最后两个人配合完成了以后 感觉到两个人都互相欣欣相吸到扭屁股 对 哇 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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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那种感觉就毕加索要吃饼干 对 还能摆上一块 其实还蛮时髦的 你看我 像不像一个手拿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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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朵 云朵 好 谢谢你的饼干 我给你粘回去 好了 好了 酷 好 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饼干小姐 为什么要取这个面具代号 我很馋 每次工作之前 我在房间里买很多 好吃的饼干 一吃了我眼睛就冒绿光 我的歌迷也给我买很多 歌迷代表他是纯歌手 是 那你为什么不胖呢 我有我的办法 吃了那么多饼干甜食为什么不胖 为什么不胖 勒得很啊 我们都不敢多吃饼干 对啊 对啊 热量太高 你为什么有什么办法 我 我有我的办法就行 我挺极端的 那你有什么办法呢 极端 怎么极端呢 我觉得极端就是 对于我瘦身 我也崩溃过 但是迈过去了就特别快乐 而且我的方法 你们都会 意思就是说 你用极端的方法在减重就对了 不是你们理解传统的那种极端 传统的极端就是要不不吃 要不就吃很多 您什么方法 您方法怎么极端了 不是你们就知道了 才艺 还待会儿啊 才艺 这个还是才艺是吧 我们来看看她身上的第一条线索好不好 好 好 她是一个家庭主妇 是孩子的妈妈吗 两个孩子 哎呦 那在家里做家庭主妇都主要干些什么 洗衣服 买菜 带孩子 做饭 送孩子上下学 我一件都不得辣的 哎呀 东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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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谁 我 我北京嘛 您一定是东北的 我叫不是东北的 不得辣 那应该就是北京 北京对对 那您有这么多家务 您最擅长哪个 我最喜欢用小苏打洗杯子 洗完的那个杯子必须全都擦干净 不能有一点水印子 这上面我有点强迫症 哦水印 水印的这是东北 东北的东北的对 北京不说水印子 那那你现在你现在有小孩 然后还要照顾老公对不对啊 那你怎么管你的歌唱事业呢 其实我是一个特别会转换角色的一个人 哎 我回家的时候我一定知道我是家庭主妇 我要把孩子带好 人家知道什么叫下班 对 就人生活特明白 对 知道什么时候干什么事 哎呦喂 在什么地方做什么 天才 那你觉得做家庭主妇比较辛苦 还是唱歌比较辛苦 我觉得还是唱歌更累 因为工作必须我自己 可是做家务呢就不一样了 有些时候我会让孩子们跟我一起做 嗯 我觉得让孩子们看见妈妈在做 其实我们就是一个榜样 哦 哎呦 当一个快乐的妈妈 言传不如声叫 有的时候他们就经常坐在这儿等着我给端盘子什么的 然后我就在边上玩手机 我站在那儿 我说怎么着 你们自己不站起来拿盘子去啊 赶紧去拿盘子拿筷子去 然后孩子们就开始 怎么着 这是亲妈 对 我要让他们自己学会在别人家也要有礼貌 哦 这是非常好的观念 要学起来 对啊 对啊 接下来来看看第二条 他是一个网购大王 那肯定的 因为有孩子之后肯定那个特爱买一堆东西 你都在网上买什么 我是一个家庭主妇嘛 所以家里的东西都得自己置办 大到家里的家具 沙发电器 小道袜子和月饼 还有吸油纸你知道吗 啊 吸油纸 吸油纸我不知道我是个傻吧好吗 我都不知道吸油纸是什么吗 不是你说的那个吸油纸 烤东西用的 是我们煲汤 那个汤上面有一层油 哦 对 有很多那个老母鸡熬出来那个油特别重 对对对对 一张吸油纸一放上去一盖 然后一拎出来油全部吸在纸上 谢谢 就特别喜欢买这种生活上的这种 那你网购有没有失败的东西 其实买错 现金很多 对啊 经常会买错的 其实我 我应该说我失败的就是买鞋 鞋子 对 我每次买的鞋 其实我是三八的脚 哦 每次我就买 四一的 我会问客服 他说可能偏小 我就买三九 后来买四零 结果那四零买回来 那脚在里边也是这样的 四零 也是弯的 就是 所以我劝大家买鞋 买两只右脚那就好了 不是姐 不是 你要不要重新量一下你的脚 哈哈 我觉得饼干有点明显的耶 哦 个性爽朗可爱 打咧咧的 打咧咧的 很能聊天 对 可能太久都待在家里没有放出来 所以一出来特别爱讲话 什么叫放出来 我希望你们留我一期 然后下一期我把那个最好吃的榴莲月饼的链接给你们 链接 链接 好嘞 他还有其他线索吗 继续看 他是健身达人 然后你看这个腿型 对不对 喜欢运动 我的孩子早晨八点钟上学 下午三点半放学 这中间我就有很多时间健身 比如说 拉提 针对性的瘦腰 瘦腿 瘦手臂 那瘦腰要做什么动作 对 你们就知道了 这就是我的小才艺 哦 好了 各位 差不多了 爱我了 哇 强Cue自己耶 我们直接来看看他的线索好不好 请看线索一 快 他与多位世界冠军交过手 哦 啊 哪些世界冠军 都是震撼过全世界的名字 你们一定都听过 哎呦这么厉害 比如说 国家女才队朗宁教练 郎婷 啊 郎婷 还有 刘国良 哎 还有 世界冠军孙孙阳 还有 拳击冠军周世民 哇 还有 周世民啊 雨桥冠之 林丹 林丹 还有国际友人 巴西足球最新卡卡 哇 真的假的 哎你是怎么什么意思 你是做这些人 这些人的代购还是怎么着啊 不不不 我是真的实际跟他们交手过的 啊 哇那这就厉害了 我跟王萍教练打过排球 哎呦啊 人家一米九啊 真的我真的打过 而且我也跟刘国良教练打过平常球 甚至我跟周世民打过架 哎呦 被打晕了吗 打了门脸东西 没没没 他没有把我打得面不全非 他只有打了我一拳啊 我就差不多了 做节目的时候对不对 没错 哦 就真的要感谢我的工作 给了我这么好的机会 主持人吧 采访 或者是体育记者 就女主持人吧 他就是主持人 好了好了 没关系 他们线路混乱了 我再提供你们第二个线索 来 请看 哎 你说节目好轻松啊 真是 要Cue自己 来看第二条 他是选美冠军 作图 此线索应该歌手强烈要求给出 不代表节目组立场 哦 来来来 我来解释一下啊 好 其实呢 是因为节目组觉得 这条线索可能太曝露我的身份 啊 但是我说没关系 因为呢 猜评团 没那么聪明 哈哈哈哈 哎 你这样说话 良心不会痛吗 所以说你是一个很有名的选美比赛 其实那个都是年轻时候的事了 啊 这个比赛呢 也不像大家熟悉的那种 你们应该没听过 这个比赛在南方的一个小村落里 村花选举啊 也有可能我 我就杨超越对吧 而且我能够成为冠军 全凭借着我的盛世美颜 啊 可是现在你们看不到 可是你看看我这个身材 啊 你看这臀 啊 啊 你看这个腰身啊 你看这个臀 啊 哎呦 哈哈哈哈 其实我要说的是 这个比赛对我的人生非常的重要 哦 因为这场选美呢 我才能够有信心站在舞台上 哦 哇 那我想问一下 亚军跟季军是谁 就是我的两个姐妹 你的两个姐妹 就是他们加一个私人的选美比赛 在客厅举办的 奖杯是爸爸给搬的 或者是妈妈给搬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我都要猜出来了 哎谁啊 你别别你别乱说 你才好猜吧 你真好猜啊 你比较好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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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根本就是认为储存的 哈哈 哈哈哈哈 管你们俩别这样 说实话 饼干姐姐你好猜一点 哈哈哈哈 大家大家冷静一点 好吧 因为我们还有第三条线索 天呐 她是来过蒙面最多的人之一 好 我已经知道是谁了 知道是谁了 我也知道了 猜平团 你们知道我这个人就猜华一样一马 所以我又唱又猜又看 我太难了 我真的太难了 就让我们带着这种 有可能已经猜出来的 胜利的喜悦感 一起来看看她的小才艺 对 好 好 有请夏洋哥帮我送上我的道具 今天我要用中医之道来给大家送健康 给谁送健康 我们要敬老针血 在这个台面上最老的 好 来 叫你呢 哎呀 大概就是穿那个橘色衣服的那个 献哥去吧 献哥是来这个节目看病的感觉 献哥上次挨了一针 今天上来又要挨什么 不知道 有没有 我总共来了三期 三期里面两期在看病 哈哈哈哈 来吧 请坐 我先来给你用中医的手法品 rate一下 哎呦 哎哎哎 哈哈哈会不会疼 这怎么会疼呢你那么用 这个穴位叫做膏肓 病入膏肓的膏肓 对就是如果你一掐了会疼 就叫做病入膏肓 啊哎哎哎哎 我选他是有原因的 你再掐一次看看 一脸病态啊好可怜 再掐一次再掐一次 毫无感觉 你看忍的 用力用力掐 整个汗都流下来了 这一次好这一次好一点 哈哈哈哈 有有好一点 那向游哥帮我把那个 我的设备给送上来 在这边哎来来来 先让我看一下什么东西吗 哈哈哈哈 来各位 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医疗器械 这是什么 而且我有非常丰富的 临床医学实践经验 大家不要轻易的尝试 这个风险很大 所以呢 后期老师帮我在旁边打上 请勿模仿的字幕 麻烦你 麻烦 要麻烦献哥欢意 欢意啊 也不要拖太多 天啊 喂 喂 哎呀 不想看 不想 这个画面不舒服 可以加快吗 大家冷静一点 为了不落观众的眼睛 麻烦献哥翻过来一下 我身材比例真的是非常不得的 啊 转过来一下 我 我要先看半个钟头 哈哈哈哈 首先一定要涂油 啊 要不然会刮伤皮肤的 那你配合一点 不然的 要让我刮纱就不能刮 不要刮纱我接着啊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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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哦 哎呀 出纱了出纱了 起纱了起纱了 马上再起纱了 这个很厉害 哎 我问一下这个毕加索 来 现在献哥这个刮出来是个沙石片紫红色 体现的是什么啊 表示他蛮严重的 这个位置呢叫做大椎穴 大椎 大椎穴 他在这个脖子的正后方 头颅的气血循环也都是要经过这里的 啊 我第一次在节目里面又针灸 然后现在待会儿会被拔罐啊 不会啦 献哥你给大家看一下 真的 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 哦 很明显 天呐 非常明显啊 你要保重身体 献哥受苦了啊 从来没有看过眼睛这么疼的才艺 而且刚刚只刮脖子后面为什么肩膀要露在外面 对 露太多了 对啊 对啊 好哥 好哥 差不多了 因为大家肯定也不想要一直回想圣哥的那一部分 是是是是 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吧 好 那我们来看看旁边这个 酱油哥 上道具 哇 来了来了 瑜伽店啊 这是练普拉提的啊 你需要我们友人下来配合你吗 杨迪很喜欢去台上 啊 那好吧 还有大老师 来来来 我不热爱健身好吗 一起来的 好 啊 哇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哎呦 这样 怎么怎么能这样的 哎呀 录个节目的完了 你先拿着 我先拿着啊 那就好多了啊 然后我们先做第一组动作 大老师你把这衣服脱了先盖我腿上 啊 我的衣服还有这种荣幸啊 好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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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组动作 这个是平板支撑 哦 来来 我已经看好了 就怕这个平板支撑 哦 那个 那个哎呦 哎呦 老师那么认真 你们其他人赶快跟上啊 我们是要跟着学啊 我们来看一下他们几位啊 谁撑的时间长一点好不好 好嘞 来 我没有同意要加入这个比赛 你们俩撑就可以了 快点来 哎一把也一把 啊 三二一 起 哦 好 我们我们如果输给献哥就太丢脸了 哎呦 屁吧 哎哎哎哎哎 别急 下去下去下去 何必 太飘洒 太飘洒了 这个动作太可怕 我告诉你 他平时就这么训孩子的啊 哎 哎 在抖了 我们数一二三一起下去 一起下啊 一二三 走 哎 就知道 我就知道 三 二 一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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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舒服 来下一个动作 练腰啊 哎哎 就是这样啊 哦 侧平板支撑 对 这很难吧 上来啊 我们来这个原地打车这个动作 哈哈 这个动作就是练侧面的平衡 嗯 内侧的大腿 还有内侧的腹部 哎 开始 一二三 走 这个太累了 这个太 这个腿在前呢 这个在前面 这儿这儿这儿 哎在抖了 哎 在这儿 不可能杨姨在后边啊 你看 在前头 在哪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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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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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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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哎呦 哎呦 饼干老师 他们谁做得最好 应该是憲哥 憲哥不容易 憲哥不容易 啊 主要是憲哥上次被针灸过后 插过手臂 现在臂力超强 是 好 来 三位 谢谢 姐姐我有一个问题 第二个动作真的会收大腿吗 大腿那次 大腿那次还可以用蹲的 像这样 深蹲 这样 深蹲 哎呦喂 毕加索刚那个深蹲的动作 有点暴露了他的身份 哦 对吧 可能 我只是也有在见山 他说的那些我都懂 哎 你们别忘了 刚刚靠他最近的人是我 什么感觉 细细有闻到吗 我听他的声音是非常特色的一个 很明显对不对 对 而且打从他一出道 我就说这个人 在未来一定是会非常走红的一个人 哦 就是他 那我们留他好不好 留他 把他把他留下来 恭喜你啊 我救了你一命啊 来 饼干姐 请转身去往下一期 大家把奖刀送给他 拜拜 拜拜 你还够 太好了 海鲜金标生抽 炒菜就是香 让我们有请画家毕加索 带来属于他的演唱 音唱正式开始 很明显 第一瓶好明显 这次就是他了 你来世的路 想想着 没我的日子 你是怎样的孤独 拿着你给的照片 熟悉的那一条街 只是没有和你的怀怜 我们回不到那天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在街角的咖啡店 我会带着想念 挥书寒雪和你坐着聊聊天 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 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 看看你最近改变 我再去说从前 只是寒暄 对你说一句 只是说一句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我觉得飞凌晨 应该会比较知道 必将所需求的 好久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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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在街角的咖啡店 我会带着想念 我会带着想念 挥书寒雪和你坐着聊聊天 好久不见 我多么想和你牵一面 好久不见 你最近改变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好深情啊 听完真的感觉好久不见 掌声送给她 我觉得我个人要特别再为你掌声一次 因为我觉得刚刚你在唱好久不见 几乎全场就是在唱给我听 为什么你有这种错觉 我这个自恋 没有 也不是自恋 我基本上应该知道你是谁了 而且从出道的第一天我就认识她 从一个可爱的小女孩 然后结了婚 然后变成两个孩子的妈 一个爱你 一个爱你认识她吗 你去了那个还没公开 你应该认错了吗 现哥 不就是你 因为我自己孩子那么多 我会记不住嘛 对不对 而且刚才走了一个两个孩子的嘛 就是她 好吧 你开心就好 刚才我们都觉得特别神奇 她唱这首歌的时候 突然回归她的自己的那个嗓音 对 我看着那个 她那个腿都慢慢变粗了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 什么 什么 就是因为 因为她的声音就回归了 就是我们感觉中那个人的样子 哎 好 好 蒙面边听边猜 抖音越玩越 还下面进入抖音APP 半界面时刻 有请画家毕加索 转身去往半界面区 下面我们来看看画家毕加索 她在半界面区的样子 这很像本人啊 这是本人啊 嗨 大家好 是我呀 你的眼睛现在是有张开吗 有啊 我是不是真的就是选美冠军 特别美了 你把嘴张大一点试一试 好 下面进入到我们的限次问询单元 我们瞎问吧 黑熊知道是黑熊知道是黑熊知道是 哈哈哈哈 你觉得我们能猜还是你能猜 这还用说吗 当然是我比你们会猜啊 那另外两位好吗 哎呦对对一朝几处 很好 大家都很好啊 你们怎么不跟我聊聊说 我为什么来这呀 哈哈哈哈 又在去我们了 你为什么来这 因为呢 我我也很想要好好的唱歌给大家听 嗯 好 我们的限次问询结束啊 蒙面边听边猜 抖音越玩越嗨 下载抖音APP 蒙面同款道具 任你选就像这样啊 有请我们 猜评团的每一位成员 写下你们所猜测的这一位唱将的名字 我们写他的英文名还是中文名啊 哈哈哈哈 没事 大家一看都知道是Seline 好 猜评团写出的唱将名字 我们已经收集好了 都没有想到在这样的情况下 还真的能分别写出不同的名字呢 好 因为里面有卧底 我们一共收集了七张 Ella 陈佳画 以及一张欧帝 哈哈哈哈 这个首欧帝有点太过分了吧 谁写的欧帝 特别容易这回 谁写欧帝我们暂不揭晓 一定是沈南 一定是沈南写的 我没有没有 对 哈哈哈哈 沈南吧 沈南最喜欢对没错应该是 把粉纹很长很长 但是他已经不可能是卧底啊 这时候欧帝都没提他写个欧帝 欧帝 你是不是收了欧帝红包 旁边的人 没有我觉得他卧底要保的人不是Ella 嗯 Ella Ella太明显 对 要保的是饼干 饼干真的 饼干就这么 鞭度的太大了 可能不知道是谁嘛 饼干 卧底好辛苦啊 保饼干 对啊 我饼干一唱歌等于自爆 对 太明显了 好了 我们的大众菜品团们 你们认为 画家B加索是Ella的话 请按下A键 如果你们也同样 令人发指的认为 他是OD的话 请丧心病狂的按下B键 海天金鸭生抽 潮菜就是香 请选择 选择完毕 海天金鸭生抽 潮菜就是香 票数收集完毕啊 有十九位朋友选择了OD 好可爱 七十八位选择了 艾拉 陈佳华 炒菜香 炒菜就是香香香的 海天酱油 金鸭生抽 带你进入街面环节 全场倒数五秒 四 三 二 一 请揭晓 艾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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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她就是艾拉 陈佳华 欢迎艾拉 艾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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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的名字就藏在我的面具之下 陈佳化 我的本名 画家 其实倒过来就是佳化 是 我在《蒙面唱将》猜猜猜 待了也有两期了 所以我那个歌选了《好久不见》 就是想要告诉大家 《蒙面》这个舞台好久不见 还有歌手这个身份 对大家也说一声好久不见 想你 其实刚刚杨迪就说 他说他是你们的歌迷 他也知道 他在微博上都有跟我互动过 我是他们十几年的粉丝 其实应该怎么说 我觉得因为出道这么多年 然后也有很多很多的舞台的演出经验 感谢过去十八年来的累积 真的 就像艾拉所说的那样 他出道已经有十八年的时间了 我们最早初始他是因为 在组合里面成员的这样一个身份 这么多年来 艾拉不管是在任何一个舞台上 他其实都能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喜悦和快乐 不管是艾拉坐在我们的猜平席 还是艾拉站在我们这个舞台之上 最最最最最重要的是 不管这些年来他有多少种不一样的身份 但他的初心是一位歌手 他最爱的是歌唱 谢谢 把掌声送给我们美丽的可爱的艾拉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现在让我们有请佳嬷的去往海天站 有机票声说千名区 耶 很开心啊看到好多老朋友 然后跟他们聊一下真的 真这次来到蒙面 唱这样猜猜猜猜的这个 不一样的属于歌手的舞台上面那种心情 我觉得很满足 然后也觉得这一切就是 让我应该会永生难忘 嗯 会不会觉得自己跟这个节目很有缘分的身份 有啊 我那时候 怀劲宝的时候 就是因为这节目每一个歌手都很棒 好听到我都怀孕了 那如果之后还有时间的话 会不会还要怀孕的身份再来 很想再来啊 如果到时候再来 再好好的玩弄一下这些猜评团 我觉得唱歌还是更爽一点的 嗯 其实真的 因为 因为我就是喜欢唱歌的人嘛 小时候就很爱唱歌 然后也想过要当大明星这样 小时候真的有这个梦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个明星梦 然后很幸运的我可以有这个机会 所以 毕竟这是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所以我真的觉得 能当歌手还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 海天金雕生抽 炒菜就是香 让我们期待今天晚上的第二组蒙面唱将 上场吧 有请蒙面唱将 二二二师兄 今天他贴糊涂了是吗 那个鸡黄那鸡黄是什么 我感觉他已经完全跟这个头套已经融入一起了 有请蒙面唱将 一口吃不成个胖子 这是什么啊 这么大啊 要用推的 它是被推出来的 推什么 这是个人吗 不可能 这是个 这是什么 是一个 收私放的轿子 是这里面有人吗 有人啊 那完全看不到吧 哦 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为什么要这样做自己 这样容易吗 我很好奇他一会怎么唱 走 是黑衣人 好神奇 这个操作搞定 笑音唱歌了 合唱正式开始 这个打光过去好像没有人一样 对啊 对啊 ヒ众 好神奇 哈哈 好了 好神奇 负负我 还能幽默 表演泪湿 用笑演过 怕人看破 顾虑好多 不谈寂寞 我们就都快活 他声音还真的很多面 无常受此理解的情歌 目标是没有心碎的时刻 我不曾弹开伤后人再歌 如何就无人晓得 我内心挫折 好听哦 我像个孤独盘着似我拉着 幻想的孤独患者 又何不可 我不常受此理解的情歌 不表示没有心碎的时刻 我不曾弹开伤后人再歌 如何就无人晓得 我内心挫折 我像个孤独患者 自我拉着 幻想的孤独患者 又何不可 不怕 不怕用手死理解的情歌 来提示我需要你的时刻 要你认真你并不是狂 苦涩泛滥是眼泪风格 我不知为何 我像个孤独换着自我拉扯 来想的孤独换着只要人 可爱 好好好 情歌永远吧 不死 对不对 但画面很诡异 男孩唱功咱们都知道特别棒 对 我那个女孩唱歌唱得真的好好听 对不对 那全部是七音 我就用画画来做笔迷 你还懂画 画得好的叫做画家 是 画得出神入化的那种叫做画家 那今天我听到这两位就说他们不是歌将 他们是真正的唱歌的艺术家 这个女孩她唱的时候更令人感动就说她现在应该是这个姿势在唱 正在下跨 是 应该是坐着吧 不然也不会稳到这种地步 所以我们先来问一下这位新加入的唱将 她的名字叫做一口吃不成个胖子 它是一个寿司 是吧 是一个蟹子寿司 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个面具寿司 因为我很爱吃 吃东西是我最大最大的乐趣 你能吃多少 米饭有时候能吃个三四碗 那口音怎么样 东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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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选这身面具是为了要掩饰你的身材吗 也不是 还是说你是两个人 对 一个人的手在这边 合唱 一个人在这边 对 不会 这个很 如果是贾琳的话 贾琳 装不下 这个装不下贾琳 什么叫这个装不下贾琳 是贾琳姐唱歌应该没有这么好了 装还是装得下 装是装得下 贾琳 你敢这么说 你敢这么说 你敢说 祝你平安 没事 没事 祝你平安 或者就是特别瘦的人 有可能 超级瘦 反而误导我们 贾琳 贾琳也瘦 对 有没有可能是很高 他一站起来很熟悉 我们会猜出他是谁 他只要站起来就很熟悉 这个人是个姚明来了是吗 一站起来就很熟悉 你是不是个儿特别高在里面坐着呢 哪有随便问女孩 那个的 不要问 因为人不让问 要不要查一查最近有哪个女艺人 腿受伤了什么 受伤 没有 但你们都忘了 她们大合唱的时候她就在了 对我上次以后 二师兄 二师兄 他跟你彩排的时候也是这个造型吗 不是 不是啊 所以说我惊讶了 我怎么换勇啊好像 对 好 我们接下来 来帮助大家 看看他的第一条线索 他是综艺节目当中的热点人物 这个老陆节目 大家的歌声是属于歌星级的 对啊 他唱太好了 综艺节目里没这样的人 对 因为常年做节目您也知道 因为老在说话 嗓子状态不可能 特别好是不是 对 还是我觉得他参加的综艺节目 应该都是唱歌类型的综艺节目 他就是歌手 是唱歌类的选秀节目吗 光在选秀节目唱歌 怎么能成为热门 我没准我觉得他的歌特别红 很多综艺节目都用他的歌 有可能 有可能 那是什么类型的节目 你能跟我们说得明确一点吗 好几个 各种类型的都有 各种类型 法治类的 法治类的 这是有点人目 你在综艺节目上 除了唱歌你还干嘛吗 我好想知道 我和董卿 萨贝宁一起唱过歌 真的可以 真的可以 明白了 我还和曹颖 刘亚金 养过小品 说明老太家中央台的节目 非常的高规格的一个 高级的 照身高讲的话 有没有可能是金龟子 刘淳毅老师 刘淳毅 他的声音也细细的 那您的商演 特别多吗 是 基本不接 不接上演怎么生存 为什么不接呢 没时间 行程特别慢 来蒙面唱将 已经是我最轻松的事 最轻松的事 想想看 感觉来着就是像放假一样 真的吗 特别轻松 那您到底是平时 为什么这么忙 公益活动还是参加的 你听听中央台公益活动 咱们还有四个跟人聊天吗 我们太俗气了 一直在那儿 左一个商演又一个商演 人家都说的公益活动 那你会看不起我们吗 别我们 别我们 就你自己就好了 太直接了 您是忠意太懂好吧 您是忠意太懂 他这种叫做学运派 别跟人聊天了 能不能不跟人聊天了 不聊了 不聊了 咱们没有这个四个 没关系 我们再来看看第二条线索 来了 太高低了 他的歌曲转发量惊人 常被粉丝循环播放 转发量惊人 转发量 那敢问寿司老师 您的粉丝有多少 你敢提 对 不算多 几百万吧 几百万也不几百万 好 然后我只是偶尔在网上 发我唱歌的视频 算是愿意爱好吧 大家喜欢我就转发了 谁转发你的歌 邓子晴 邓子晴 你听听人家的邓子晴 有董青 萨卫宁 唐国强 转发他的都是名人 那你平时都唱的这歌 能不能给我们来几句 好 那就来呗 对吧 我先来一首《左手指乐》 哦 哇 是高男 好 来 这个声音就是唱那个花那个 特别像 哎呦 喂 对不对 这嗓子 这一首还有吗 还有 我把你画成花 为开的一朵花 再把思念一点一滴花生雨落下 每当我不在 心记得我的爱 就在同一天空之下遥远的灌溉 等待就去春来 等待下一次花开 再去迟的未来 好听 能不能还听到你其他的歌 还有什么 还有 来吧 我只想要拉出六年 好好地出身再见 好听 比寒寒写都回不去昨天 我只想铭静这瞬间 你都要哭了 是不是 我们一起走过的光年 别哭 别哭 为什么哭了 触动他的心灵了 我只想要是六月后 黄年成纪念 哎呦喂 何北辰老师的故事都已经出来了 已经哭了 有这么感动啊 为什么 听到他唱歌我立刻感动 因为我觉得他歌声里面是我们都失去过的那种美好 所以他难不难猜 难 难 太难了 非常的高规格的一个 高级级的 怎么还有资格跟人聊天吗 先进攻二师兄 来 我还以为我是常驻嘉宾呢 怎么一看到上司就把我忘了 话说回来 刚刚二师兄在旁边待了这么半天 我们虽然呢 大家都特别想把他给接了 那我们还是先象征性地看那么两条线索吧 来 来 看线索一 他是一位大学老师 大学老师 刘欢 您是教什么的 教音乐吗 我是教声乐的 声乐 教声乐 教欧美流行演唱 那您是哪个学校 您是来北京 算是国内比较顶尖级的音乐学校 但是我想说啊 世界上没有顶尖级的老师 只有顶尖级的学生 那您学生都是多吗 我的琴房是我们系里最大的 我跟系主任共同用一间琴房 屋里挤不下门口 还有爬门口听音乐 选你课的学生特别多 很受欢迎的老师 明星老师 那一天一班上几节课 反正一天至少有八堂课 每天八堂课 那中间不对 我都得做顿饭呀 做顿饭呀 做顿卖顿饭 那个炒饭配上海天酱油 金标生抽真的香 真的香 你没吃过非常遗憾 香香香 老师你展现您的技巧呗 比如说我是您的学生 其实很简单啊 你们要不要上来 就我马上改变你 又上来 你唱歌的感觉 那我不是您的学生了 来 这样 杨迪和沈南 我挑两个我认为 最最会唱歌的人 好不好 谢谢老师 小楠走快点很远 走走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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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楊同学 你好 你好 小楠同学 小 像小学生啊 这个今天我们就 简单的学几句和声乐的一些技巧 他可以把唱歌的情感 唱得更加的圆润 更加的细腻 就是比较那种 有哭腔气声的味道 特别适合你唱 哭腔 哭腔 如果感到幸福 你就拍拍一首 你来唱 唱一下 太油腻了老师 真是 太恶心了 所以说这种气息 就可以能够营造一个唱歌的氛围 我们再回来说到 好 阳帝这边 受不了他了 唱歌里面很多人担心 我这高音该怎么唱 高音 我跟大家讲一个特别道理 我们的腹腔就像个气球 我们唱高音的时候 用到几块肌肉呢 用到几块肌肉呢 这里 就是横隔膜 腹肌 我都不用这儿 我只用这儿 腰肌 臀肌 还有这种胯下肌 外胯外胯 外胯下肌 五块肌肉 挤压你这个腹腔的气囊 用哪里挤哪里 这五块肌肉啊 你讲了 你怎么学的 五块肌肉 挤压到气囊 他的气压非常强大 然后就可以唱上去 我起个起个key好不好 好 那就降低掉吧 降低 行行行 想飞到那最高 最远最洒脱 你试试 就是那个飞 想飞到那最 飞 飞 老师 说句实在话 有些学生 天生嗓子就高 想飞到那最高 想飞到那最高 他更高 等一下 老师我没有用到这儿 好像 我跟你讲 你还可以更好 想飞到那最高 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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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他唱了一个 用假声来唱的一个高音的 天高低后的部分 对 其实可以改善到更好 怎样改善 就是这个笑肌 把这个笑肌往上提高 虽然说我们唱到降低 这个钢琴老师 给我个降低低 急着唱是不是 就飞飞 想飞到那最高 最远碎 想飞到那 就这个音 我把笑肌提高 笑起来 再笑 再笑 对 再唱 然后压下来 想飞 想飞到那最高 再来我们 对吧 没错 踢到的动名就会大了 声音的高度没问题 但是 什么 pitch有问题 这个 想飞到那最高 有了有了 有了 谢谢 想飞到那最高 你又降低了 看我的 看我的笑肌 想飞到那最高 最远 最 沙脱 想飞到那最高 最远 最 沙脱 飞跑 还是可以了 还可以 可以 还可以 收拾他 咬着嘴 笑着唱 可以 他的问题在音准 你看你把菲萨眼泪都笑出来了 音高是上得去 对 音高上得 你唱那个嗨歌什么 那个肯定也都上去 但是你pitch不准 对 梁腾 对 对 看我的学生多好 对 看我的学生很快就可以改变唱法 不 但是 但是唱歌啊 唱歌要有三个p 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pitch pitch 你的音高 你看现场那么多音乐老师 不能乱讲 pitch power power 力量 powerful 那个力量 力量就要用到这个肌肉 再第三一点 叫做punch punch punch 这样 这样 那就是punch mong tun tun mong t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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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 这样子 就跟着 对对 跟着 对 对 对 有点 有点 你看那个真的劲儿都很好 就起那种囤劲 对 对 已经很好了 已经还可以了 让我感觉到惊讶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好 谢谢两位 谢谢两位 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第二条形式 好 第二条 给我一个不黑你的理由 哦 哦 你怎么 怎么理解 怎么你常被黑的 是的 之前曾经被黑到上热搜 啊 被黑上热搜经常的事 说明一下 但是是因为什么事呢 对 你一定有什么地方值得被黑吗 做饭 唱歌 唱歌 做饭没被人黑过 但唱歌的时候 先是说我唱歌只用技巧 然后呢就是油腻 然后最后呢就是没有感情 嗯 我们都听过你唱歌 我讲真心话 你的歌艺要超越你的人 已经不多了 真的唱得非常好 那有一件事情 网路上的霸凌是这样 我以前讲过一个二八理论 有百分之二十的人 是可能看你不舒服 他想黑你的人 不是因为你有值得黑 而是他想黑 但是你已经忘了 还有百分之八十的人 是喜欢你 对不对 我们永远要看着那个 喜欢你的人吗 当时看到很多的评论 我的心情其实很难过 因为我大部分时间唱的歌 都是我自己写的 自己制作创作的歌 自己写的 然后呢 我是最能体会当时的 创作时的情感和那种感情 他们居然不懂 关键是我的老师教给我的时候 在我这个时代 唱歌是有一个标杆的 比如哪里换气 哪里用什么气声 哪里用猴音 哪里建强 哪里建慢 每一个就是气口 我们都要画的 非常仔细 反反复复地分析 这就是 我是这么学的音乐 是经过了千锤百炼过后 自己所修炼出来的一套 这一听就是学的 对力 但是没有想到不被别人接受 因为我一直想说 就是其实就是很简单 艺术是不需要标准的 对 不需要有框架 其实我说的不是艺术 我还没有那么高大 我只说在演唱 唱歌的方式 常常也会有网友发表意见 我觉得我们都会虚心接受 但你说真的没有被影响 还是会受伤 对 肯定 但我觉得献哥说得很对 有的时候你要看很多正面的事 我们也鼓励很多正能量 因为你可能小小的一句鼓励 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力量 但你的批评有可能也会打击到人 所以我觉得也是鼓励大家 尽量能够用正能量 就是发挥我们的爱 对这个很重要 让每个人更好 其实在演艺圈里面 很多人都经历过这些事 但我个人觉得 其实一句话就能够去解释和释怀 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 你们所拥有的一席之地 全部都是翻越过偏见之山的 我觉得这很正常 好有力量 接秀现在的一席之地 越过山丘 才发现白了头 跌跌不凶 那接下来就在这两位 蒙面唱将当中挑选一位 进行他的独唱单元 肯定留他们二师兄吧 选二师兄 对啊 都是兄 二师兄好不好 那我们的另外一位 一口气吃不成个胖子 先去往后台稍事休息 有请酱油哥上场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下次见 拜拜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哎呦 你看 他为什么需要人谈 一定要 不能录事 不是 不是 他手里拎着凳子 不着急 不着急 他手上拎着凳子 海天金标生抽 炒菜就是香 让我们有请二二 二师兄带来属于他的演唱 哦 哦 独唱正式开始 哦 介绍啊 月光 房子在染色的窗边 嗯 五娘 张眼 莫幻所有时间 嗯 在一杯那古老神秘河水 好赏啊 哇 哇 我还不卸 所有时间 嗯 在一杯那古老神秘昂坑 谁 像在耳朵的猫眼 剪掉了情节 你还记住初 ask 千年的话节 正苏说一? 我还在爱恋 今所有心拍 绪在我的外面 把这些画面再出现 再归头从前 车转 跳远 梦没尽眼 从小梦不见 你沉醉了眉 白雪 夏宴 梦不遗险 梦不灭碎 时光下了 比我踩碎 剑盘 剑盘来咯 剑盘 剑盘来咯 剑盘 啥 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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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刻画在旋转的指尖 是谁在迟迟的远塞 这一年都不久光光大大气 忘了掉了的汗水 一次一次把我紧紧包围 不要让世界忘了谁 你的心是倒影在我的背前 把你自改的那视线 那个都摧毁 旋转 交远 碰碧一条眼 剩下图的剑 一线醉的梅 白雪 下云 我不能碾碎 我不能碾碎 时光下云被我踩碎 漂亮 没有尽量 真小感的剑 一线醉的梅 白雪 下云 我不能碾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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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光下云被我踩 不能碾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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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人看见 谢谢 谢谢 摇滚二师兄 来来来来 太棒了 真的很棒 他这个演唱会级的歌手 唱作俱佳 谢谢 我相信那帮之前骂过你的人 对 看过你的节目 或者听过你的歌之后 他们一定会不经还得自己 掏钱买票的看见人会 谢谢 白老师 好 对 真的没有任何问题 你看你的才艺 你的歌声又这么棒 然后你的身材 还是偶像级的身材 那个猪头拿下来 搞不好是问题出在那里 说啥 说啥 蒙面 边听边猜 抖音越玩越嗨 下面陷入抖音APP 半截面时刻 请转身 谢谢 我们来看一下二师兄 下面已经变成什么样子了 来咯 杨迪 什么我 别人这么像前锋 为什么 天呐 这个 这个 阿姨你好 你好 好吓人 我要退班 这是像谁呢这时候看 长得有点像白雪公主的后吗 哦 我不知道像谁了 像瞿影姐 什么加速度 我懂了 待会有人要写瞿影 对啊 你们看 真还有 好 下面我们进入献词问询 你还记得你爷爷吗 为什么爷爷 为什么会问这个 没有 因为真的 这是一个往事 是吗 你会想你爷爷吗 然后帮你爷爷写一首歌 哦 哦 我知道了 你在说什么 那是姐给曾经最像的人 哦 除了爷爷以外 还有 还有父亲 还有家人 还有爱人 还有友人 哦 是 那那个爷爷想起妈妈的画画 会哭吗 爷爷想起妈妈的画画 你能不能用现在这个面具唱 想你的夜 啊 对 想你的夜 多希望你能在我身边 谢谢曲音姐 谢谢 这也挺好听 好了 我们已经知道是谁了 其实抖音这应该真的蛮好玩的 我也想要用这种 但好想去下载抖音 好 我们的提问都已经结束了 接下来要有请我们的猜评团的成员 写下22 二师兄 他的名字 曲影的曲子 刷目 今天怎么不觉得有卧底啊 对 有一个可能性是卧底自己本身也忘了 好 名单统计完毕 观折 嗯 嗯 观折 哎 林依伦 哎 林依伦 谁写林依伦谁就是卧底 因为根本没人提这茬 好的 亲爱的现场的101位 我们的大众猜评团的成员们 A 观折 B 林依伦 哎 海天金标生抽炒菜就是香 请选择 王者 山山的雷光 卧面 选择结束 海天金标生抽炒菜就是香 下面我们来公布一下票数 A 官折 一共有 80位朋友 哦 选B 林依伦居然有ibi 好 谢谢你们 哈哈 炒菜香炒菜香炒菜就是香香香的海天酱油金标生抽 带大家进入到街面环节 全场的朋友倒数5秒 贫 水 三二一 请揭晓 有腿 是 是关哲还是林依伦呢 关哲 太有人 欢迎关哲 真的是非常开心来到这个节目 让我感觉我关哲开枪了 对终于可以正常跟他讲话 但你们没有真正跟关哲等会是相处过 他是一个很性情中人的一个人 那个每次我去宣传新唱片的时候 然后呢都要去上献哥的节目 这个太棒了 献哥对我是非常的照顾 对有时候人跟人之间就是一种缘分 对对对 没了就这样 我发现在面具后面施展出来的东西 都让我三气 我觉得哇 会这个又会那个盼舞娘的事 你在那儿弹吉他的时候 我脑子里面闪过句话说 她真的好有才华 真的真的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我的新作品 记住关哲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关哲来到蒙面唱将的舞台 谢谢 请关哲在海天酱油金标生抽上留下你的签名 海天金标生抽炒菜就是香 让我们有请今天晚上的第三组蒙面唱将 有请蒙面唱将藏好我的小尾巴 有请蒙面唱将肥猫侦探 金的金的 金的金的 好可爱 这个跟清风的那个很像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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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来了 吴清风又来了 合唱正式开始 那猫好吓人这么一下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 让它牵引你的我 看我的天啊 看一眼 把膜让红颜袖空尘 情深无悔不死 永远的爱有人 让情深追动了你的长发 让它牵引你的梦 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 已汲去了你的笑容 红红心中蓝蓝的天 是看生命的海事 全已不眠 更业的你曾碰不眠的一次 全已不眠 更业的你曾空渡眠的日子 全已不眠 更业的你曾空渡眠的日子 好 谢谢两位 来 同时欢迎我们本场的心智蒙面唱将 肥猫侦探 这一首歌的原唱 一开始唱的是凤飞飞 雪山飞狐 追梦人 《追梦人》好像是一个电影 不是 就是《雪山飞狐》 电视剧 电视剧 《梦飞》那个 罗大又写的 后来罗大又太爱这首歌了 我是听他自己讲的 他《生命中皇》最爱的两首歌 是其中一首 但是我们一辈子也没听过 可以这样两个人合着唱 感觉不错 很棒的歌 两位都唱得很好 这里面是有故事的 有故事的 因为这个歌一唱的时候 就是感觉那个 小时候怎么看过 有感觉 对 又记不起来 感觉特别耳熟的声音 好像能想起来当时那种劲儿 对吧 对 因为那个狐狸 藏号的小尾巴 对 他唱歌特别有故事 那个声音 对吧 他声音感觉 一个颤音的感觉 对 他这个狐狸唱这个歌的时候 他是一个 我感觉出来 他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人 中规中矩的对吧 对 中规中矩 一点点愉悦都不敢 对 是一个小心翼翼的狐狸 对 我觉得上一集跟这一集 我都认为狐狸是一个 玉女型的歌手 对 很中规中矩 他出场 然后包括他站定 他都没有太多的动作 对 然后讲话非常小心 唱歌也很认真 很像他的面具和他的服饰 对 他非常优雅 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前辈的唱歌 对 我觉得我听过狐狸唱歌 一定听过 而且是在磁带里面听的 卡带年代 真的是卡带里面传出来的声音 对 真的卡带 那就稍微有一小点黏头了 是有一点那种感觉 这个猫侦探看起来 他是感觉起来 他虽然感觉困了 很困 超级困 但是但是他 眼皮子都搭了下来了 是他唱歌的时候 他的中气十足 是的 对 大废歌手感觉 那我们抓紧时间 来了解一下新朋友好不好 好 好 肥猫刚刚一走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有一个 似曾相似的感觉 对 你这套衣服感觉有 清风的影子 对 跟清风我们的样子 我们就是一个窝囊 你是属于跟吴清风一样 爱爆料型的吗 对 对 去年的时候 清风在这个台上爆料好多人 对啊 对 我觉得还是不要跟之前一样 但是我可以给你们一个线索 哎哎来来来 什么线索 你们制装 有我的 那废话 哈哈哈哈 那个我们也知道哎 对啊 提示一下吧 嗯 我有一个条件 好什么条件了 我觉得 比较老谋深算的就是 清歌了 嗯嗯 所以如果等一下 我要做出什么问题啊 还有话 如果说 宪哥就不能讲话了 哦 哦 哎 宪哥 他这么来控制你 是不是说明他跟你很熟 很熟 嗯 那如果我们答应你 你等一下会给我们一个线索 对不对 一定的 好 好 那我们就先来找找他身上的第一条线索 先看一下啊 和他合作过的都是型男 哎呦 都有谁啊 我合作过的型男 有潘伟博 哦 还有谁 还有谁 朱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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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那你是不是跟那个小猪很熟啊 罗志祥 哦 很熟悉啊 那很熟悉的话 你是不是来过我家 嗯 我 哎呦 哎呦 好好好 我不能过他 哦哦哦 那应该是去过 不是 因为我们楼上楼下 哦 怎么还诬陷到小猪身上的去小猪家 对啊 罗志祥不算型男型的 小猪可以了 罗志祥还不算呢 他是猛男型的 猛男型的 他跳舞很猛啊 在你眼里 你觉得罗志祥帅还是朱孝天帅 哦 sorry 朱孝天 朱孝天 哈哈哈哈哈哈 罗志祥 他跳舞特别酷 是罗志祥 朱孝天 朱孝天 罗志祥和朱孝天 大江伟 大江伟 可以 大江伟老师 没有 你那么想问罗志祥 那你会不会跳舞啊 我不会 我可以 我可以 你们想不想看呢 大江伟跳舞啊 这样吧 我们三个 不 你们两位去 因为我刚刮过 啥不方便 哈哈 你去吧 你去吧 一块钱 来 来 来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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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想要跳什么 可以表现出 他们会变成型男的样子 他们几个怎么样 都不会变成型男 杨迪我已经放弃了 第一次跟我们这样的型男合作吧 他先跳完才能说 都会变成型男的样子 好 来 来 我们学什么 男生最主要是靠腰力 我要先请你们大家蹲马步里 得受到腿内侧之外 Ella Ella 换了个头套是吧 要把你的臀部往上踢 那个力量是往后 有点像那种拉冰的那种变 肥猫老师 我觉得你可以先示范给大家看 对 我们学得很快的 完整的来一遍 五 六 七 八 厂赛就是香香香的 海天酱油金标生抽 提醒您精彩 稍后继续 记录美好生活的抖音APP 邀请您精彩继续 炒菜香 炒菜香 本节目由炒菜就是香香香的 海天酱油金标生抽 独家冠名播出 蒙面边听边猜 抖音越玩越嗨 本节目由记录美好生活的抖音APP 特约播出 超级会做饭 就是做饭家 本节目由好康做饭家 做饭保姆 赞助播出 打开QQ音乐 酷狗音乐 酷我音乐 同步聆听歌曲 精彩蒙面唱将 登陆荔枝网或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 独家明星花絮抢先看 一起做声音的侦探吧 上微博进入蒙面唱将猜猜猜 官方话题业 与明星同场竞猜 你的观点将会反评助力明星猜评团 孟老师我觉得你可以先示范给大家看 对 我们学得很快的 完整的来一遍 5秒7 7 8 V VV 变臀 很厉害 这很会跳舞的人 还有个转牵 要是牛 转牵 牛 牛 牛起来 这个厉害 很会 很会 好看 我这样说 在这个整个台上 谁最适合跳这个舞 好哥是最适合跳这个舞的 因为他的身材 你现在最适合在那个这儿 他好适合 你是型男 好哥你的臀线好 你有臀 音乐 音乐 好哥上 好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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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 牛 走 往后跳 牛起来 转 转 转 太难了 太难了 我可以了 好 好 谢谢 猫侦探扭得特别好 他尤其边扭边转圈那个 真的是要舞蹈功底的人在做得到 是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第二条线索 他是精油大师 哎呦我不要 哎呦我不要 有请胡东歇 哇 我我我已经刮过了 憲哥的那个左边肩膀也要来到 我的皮快刮破了 我不要 肥猫敢说是大师 你应该很厉害 有多厉害 我有国际方寮指教 方寮 方香寮 方香寮法 好了来了 酱油哥来了 这个精油拿的还是天竹精油吗 讲简单一点就是这一杯瓶呢 他是属于薄荷的精油 薄荷精油 薄荷精油但是呢 要非常小心 因为他尤其是孕妇 尤其孕妇在晚期的时候 尽量少接触到薄荷精油 就是要临产之前 是吧 过了五个月之后 尽量少接触到 因为薄荷精油 他是属于中虚神经的 那如果闻得太兴奋 会影响到子宫收缩 哎呦 哦 对 对会影响孕妇啊 就是破口味的 然后这个呢 是安眠 安眠 的精油 然后这里面放的是薰衣草 对薰衣草 很多西方的人比较喜欢 但是在东方大家对于 安眠这个东西 那安眠的 就是可以让你睡得更好就对了 对只是东方人比较喜欢 我安用的是檀香的味道 檀香啊 对会比较可以让精气神定住 应该怎么用 是抹身上吗还是怎么样 把它滴在一张里面 热水会接触到那个精油会挥发 哦 它就会闻 对嗯 第三瓶是什么 第三瓶是很多男生喜欢的 很多男生喜欢的 这是万人迷 哦 对这里面就是玫瑰精油 这环专里面皇上不是给那个华飞 有一个欢仪香吗 哦 欢仪香 对 里面好像有一个东西 色香 哦 色香也是要小心哦 它是用薰香的 不是 为什么会有这么广泛的线索 聊精油 我们怎么可以聊出它是谁 因为我们 感觉我们生活中用得着精油 我 我刚刚一时之间忘了 我们这个是什么节目了 咱们不就是个医疗节目吗 我猜 蒙面唱将猜猜猜猜猜 但是对一个刚刚被用精油刮过刹 现在又在聊精油的人来讲 肥猫太难猜了 对 没有别的线索 这太广泛了 我觉得这只猫肯定不是内地的 对 这猫太大了 咱们先处理无理好不好 好的好的 我们先来看看 藏起我的小尾巴 他身上的今天的这条线索有什么 好 肖敬腾做到了他 没做到的事 是什么求雨吗 对 他很厉害 他可以不管到任何地方都下雨 可是 我有另外一个专场 就是有下雨的地方 我到了那个地方雨就会停 晴天娃娃 那你们俩要同时落地的话 那不得了 真的 一会儿一会儿听 比方说肖敬腾唱完之后 我准备上台的时候雨就停了 哇 小尾巴 如果今天你在现场唱个歌 太阳能出来 我就算机狠 太阳 这个时候太阳不会出来 但是我也喜欢上跟天气有关的歌 哦 那你自个儿的歌是不是跟天气有关系呢 你自个儿的 我们在这个圈子里面 只要你待得够久 应该都有跟天气有关的歌 比方说 憲哥 哦 憲哥也唱到跟天气相关的 七夕雨啊 陪你淋雨 看来你们很熟 因为那这首歌非常生僻 对 因为我们出来没听过这首歌 距离现在快将近26年了 你比憲哥早出道还是晚出道 好问题 嗯 憲哥出道有多久 我就出道有多久 哦 憲哥 你哪年出道 也有三十年吧 那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 那跟憲哥很熟 而且出道的时间差不多 那我猜得出来的几率比较高 继续来看 线索二 好 吴宗献 他曾让我最重要的人流泪 哦 啊 憲哥你说吧 怎么了 让你最重要的人啊 我们先找出他最重要的人 爸爸妈妈孩子 你辜负了谁 憲哥应该有让很多女生流泪 但是最重要的这个人 是男生 啊 就是我的儿子 儿子 是什么场合之下 让你的孩子流泪 就在憲哥的节目里面 佩诚也在哦 你也在 而你不知道 你想想看哦 现在的情形 就很像当年的情形 那时候我带着我儿子去上你们的节目 哦 憲哥一出来 你孩子就吓哭了 那我应该知道了 我觉得我好像也想起来了 也想起来了 对不对 那个时候有请来一个吹气球的大师 就是做了一个那个很大的鲨鱼头 带在头上 哦 你一走出来他就哭了 哦 吓到小孩了 鲨鱼来了 啊 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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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我今天要来表演一个魔术 哎 酱油哥 上道具 我可以请一个人帮忙吗 哦 我想要请杨迪 哦 杨迪啊 来了来了 等一下 记得带好你的手机 啊 我要用我的手机 你看你录影带手机的事大家都知道了吧 来了 哎呦 哇 这个魔术感觉有点复杂了 哎 这里有好几个小船对不对 折的船 你选一个小船 好 就他 小船呢 你是选小的船吗 有没有更小的 呃 他在暗示你 我懂了 哈哈哈 这个够小了吗 哈哈哈 还是说再找个更小的 哈哈哈 来 你要放在哪一边 你说呢 都可以 你选一个 我选啊那我放这边 哇你已经对他百依百顺了啊 好 放在这里了 现在我要开始变魔术哦 啊 注意看呢 不要看花了眼呢 在哪里 哈哈 在你腿上 哈哈哈 你怎么可以讲出来嘛 你这样子太过分了 一点都不配合 不是太 很难玩呢 我都不知道要发现还是不要发现 为什么啊 手机 我要把这个硬币 敲到桌子下面去 你觉得要敲 用我的手机敲啊 可不可以 你来 你来 来 一 二 二 三 有没有 有电消息吗 硬币还在那啊 为什么没有电消息 哈哈哈哈 再一次哦 一 二 哦 哎哎 不见了 手机不见了 手机不见了 来这里 哦 有 好神奇 还可以 喂 315吗 这边有个 哈哈哈 直接打假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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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魔术是在抖音上学的吗 嗯 抖音上有那么多魔术的吗 抖音上有特别多有意思的视频 蛮好玩的啊 好 肥猫侦探 我要先换一下我的那个 那个面具 哦 对 因为这个动作有一点不方便 好的好的好的 你你转身去吧 好 酱油哥哥 酱油哥 哎 哎呦 哇 这个面具好看 这个头好小哦 大猫坏小猫 现在这是个空竹 哦 哦 哦 他直接就来了哦 我们看一下啊 哦 哎可以可以 精神扑法 哦 哎 姿势 哦 哇 有几个招 这个特别像那种老年人版上那个 哈哈 大鹏展翅 大鹏展翅来了 请看 哦 这有亮度 哇 这个好厉害 哦 你看他到底是谁啊 哦 还有吗 好可爱哦 废高 废高 哇 会这个才艺的人得六十了吧 这感觉似乎好大的人才会这种才艺 哦 哇 哇 哎 可以可以 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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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专业 会完 哎 谢谢 来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菜品团 看完了他们两边表演的这个小才艺之后 请在两位当中留下一位 小尾巴拉 我现在都可以几乎可以直接讲出她是谁了 对 飞帽 啊 你给我们的提示呢 你们还没忘啊 没忘啊 请 小哥帮我把帽子取下来 哦 啊 还有机关啊 这帽子呢 你确定吗 我 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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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被主持人直接把头套摘掉 然后这个歌手就结束了 哈哈 来帽子啊 好帽子啊不是头套啊 哦 这拿下来了 什么 这帽子上面有一个小字条 给你们一个线索 揪出我底是谁 哦 这个可以念是不是 哦 什么 她 是 新手 哦 啊 新手 新的两个女生 哎 哎 还有帽子 很多可能的新手 你们要去想哦 好了 我明白了 谢谢你给我们提供的线索 所以我们的菜品团 要留下的就是 小尾巴 嗯 小尾巴留下了 接下来 我们另外这位肥猫侦探 请去往后台休息 下周再见 拜拜 海天金标生抽 炒菜就是香 让我们有请 小尾巴 带来 她的演唱 独唱 正式开始 其实这个歌是不是就是 您以前那种民歌 对 有点那种 比较像那一类的 民谣的啊 对 对 轻轻的请可惜 就让我 仰着笑 落着泪 洒着夜 红着脸 痴俗 在重新的春天 爱过你 恨过你 撑过你 放过你 不再换彼此的心 爱过你 爱过你 恨过你 恨过你 撑过你 放过你 不再换彼此的心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小尾巴 我今天这个音乐来讲 我觉得它这个是叫做Sketa Sketa就是八分之六 快版的这个华尔斯 但是快版 你应该就是我心目当中 那一位可爱的小女生 对 永远讲话轻声细语的 喜欢唱日月星辰 我已经有答案 献哥口中的这一个 他非常熟悉的这个小女孩 究竟会是谁呢 请转身去往半界面 去 蒙面 边听边猜 抖音越玩越嗨 下面进入抖音APP半界面时刻 我们来看一下小尾巴 现在变成什么样了 葫芦脸 这是个小蛤蟆 小蛤蟆啊 来 献哥这个问题给你问 好 来 说出三首歌曲的关键词 你自己的歌 月亮 月亮 眼泪 眼泪 修哒哒 修哒哒就是这个 哎呀 我妈妈老是亲 哎呀 好 第二个问题 那你是不是跟唱过 有跟冬季有关系的歌 嗯 大约在冬季 哈哈 大约在冬季没唱过 对 你要问点有用的对 风中为什么有所雨做的云 啊 对不对 哎 你说 哎 谁的眼泪在飞 要这样的话 谁的眼泪在飞啊 冬季为什么要到那去看雨 是吧 对对对 哇 好久不见了 明白了 下载抖音APP搜索蒙面唱将猜猜猜 获取更多唱将线索猜中极有机会赢取总决赛门票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猜评团成员写下小尾巴 他的名字 好 刚刚已经统计完毕 猜评团给出的名字里面 居然出奇的一致呢 哎哟 都是孟庭伟 哎 现场的101位大众财评团的成员们 如果认为他是孟庭伟按A键 如果认为不是按B键 海天竞标升抽炒菜就是香 各位请选择 会不会是孟长军呢 献哥你认真选择人家到底是谁啦 我 莫敌 就你 就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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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这馅儿露得跟吴东县一样 您不用再伪抓了 统计完毕 海天竞标升抽炒菜就是香 88位朋友选择了是 炒菜香 炒菜就是香香香的海天酱油 竞标升抽 带您进入见面环节 全场朋友倒数5秒 五 五 四 三 二 一 一 请 接 晓 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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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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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吗 有吗 炒菜就是香香香的海天酱油金标升抽 提醒您精彩稍后继续 炒菜香 炒菜香 本节目由炒菜就是香香香的海天酱油金标升抽 独家冠名播出 究竟小伟是不是孟廷伟 是他是他吗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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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 就是他 就是他 哎 就是了 是的 小伟吧就是孟廷伟 对啊 欢迎孟廷伟 欢迎 都没变 没变 而且原来留着娃娃头是他的标志对不对 哇 老师 哈喽 大家好 我我我我有没有记错 我跟你讲孟廷伟的小名是不是叫芽芽 是的 我们至少差不多八年十年以上没见过 哎呦 时间很久啊 应该对 应该有 想念啊 对对对 他刚刚一从那个幕后走出来 我就觉得完全没变 哎 就是我们记得的那个月亮公主 谢谢 当年你的歌在亚洲红尘那个样唱片卖了几百万张 结果你这几年你都跑到哪里去了呢 我儿子在澳洲念书 哦 所以就陪他在那里 我很能够了解当妈妈以后 其实你还有你自己热爱的事 今天再次唱着你喜欢的歌 但是这次是蒙着面 有什么感觉 我觉得特别好玩 因为我心里想着你们不知道我是谁 所以在唱歌的时候就可以比较 比较大胆放肆一点 其实我妈妈是她的忠实听众 就那个时候听词在那个年代 基本上每天早上开始打扫卫生的时候 我妈妈就会一直放她 所以她每一首歌我都听过 那你还记得我唱过什么歌吗 当然啊 谁的眼泪在飞 哇 还有呢 秀达达的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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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整个炸火 明年就会是我的三十周年 巡回演唱会 哇 要不许啊 所有的歌迷倒是个有福了 是吧 我妈 我妈 肯定到 经典就是经典 她永不褪色 永远给我们留给那个纯真年代 最美好的一个回忆 对 让我们再一次也把最美好的掌声 送给孟廷维老师 谢谢您 谢谢 让我们期待您的巡回演唱会 谢谢 好 请孟廷维老师 出往我们的签名区 天哪 好像那个时候的早上啊 好有画面 两季节都玩够了吗 不够 不够 我觉得太早 太早暴露自己了 我觉得应该要再装一下 蒙面边听边猜 抖音越玩越嗨 下面进入到的是我们的抖音APP 我抵时刻 我 我觉得每一回都是中间老师 她只要一说是谁 我都觉得有90%的几率 前面两期 我说的是谁 谁就是谁 但是这一期你说过你怎么办呢 人家那个肥猫侦探已经讲了 就是两个新人嘛 给你们一个线索 揪出我抵是谁 她 是 新手 我讲真心话 因为既然是两个新人的话 基本上不可能是这边 肯定是这里 而且她 二二二是胸的时候 所有人都写了观折 但是有一个人写了林依伦 她的名字叫做 魏芸汐 你认不懂吗 你能跟我们解释明白 你为什么写林依伦 我们就不选你 就是我觉得那种 她那个戴着面具那种唱法 就真的很像林依伦老师在唱 就是你 我觉得就是很明显啊 就芸汐了 芸 我在看她的时候 她的那个脸有皱红 对 对 芸 你的脸颊背叛了你的心 允熙 肯定是这里 对 魏允熙 五票 但是我就按照我自己的分析 我把这票一如既往的 还是投给了憲哥 刚刚给到的提示 说的是新手不是新人 蒙面的新手 我和憲哥 我们俩都是新手 那就是憲哥 所以大家经过统计完毕之后 更多人认定的是魏允熙 我要告诉大家一件事 卧底再次逃脱 逃脱 哦 你看 是憲哥 我觉得是你 姚迪 我觉得是你 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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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小眼睛 就是你 腾讯新闻手机客户端 凤凰新闻 三文湖新闻客户端 新浪新闻客户端 天蓝K科 互动百科 兴趣部落 中国新闻网 中华网 中国网 怀情网 中国青年网 中国娱乐网 腾讯大神网 银礼资讯 粉丝公社 音有趣 模范声 全新娱乐 观众 新闻 快乐粉丝会 饭堂 粉丝APP 分手娱乐 八战印 橘子娱乐 鱼丸 意志鱼 QQ超级粉丝团 豆豆虫 茄子日报 闪萌 眼客 闲亚蛋生活 旅火娱乐 灵感 茄子悬赏 陶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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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戴着面具唱歌 感受是什么样的 好辛苦 洗澡的时候 喜欢唱哪一首歌 喜欢虾哼啊 没词儿 演艺生涯中 最难演艺的是哪首歌 没有 最拿手的一道菜是什么 超纱豆丝 喜欢穿什么颜色的袜子 喜欢穿 灰色的黑色的 最喜欢的三种水果 喜欢香蕉 菠萝 榴莲 最喜欢的动物是什么 狗 最喜欢的动物 运动是什么 有氧 如果不从事娱乐圈 你最想从事什么行业 我什么都不会 好 看着情人间靠间 慢慢转开我 视线 我希望这个网越大越好 现在它整个声音都是闷的 因为这个面具 是吧 对 所以这个能再开的再大一点 下一边让它试试 就是把麦克风放在这个点 因为刚才它一直是在这个地方唱的 麦克风是在这个位置 下一边让它静网地试一下 就因为它这个跟脸是有距离的 它声音发出来的时候 它肯定这个面具里面 它就有一个档 这个贴得蛮紧的 是吗 谢谢 这世界很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